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下 只需要两步完成 Openwrt加 Shell class 从而实现 可以访问谷歌油管的目的 那今天咱们本着 因地制宜旧物改造 两种精神啊 所以说 我们不需要准备新的电脑 或者说新的路由器 你家里有那种用旧的老机箱 或者说你朋友家有那种闲置的旧电脑 都可以拿过来 你像我后边的这种iMac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太大了 然后太散地方我就不演示了 我们还需要一个外置的移动硬盘 或者是优盘这种都可以 为了简化这个视频的步骤 你看我今天连废话都少了 我们今天需要Openwrt的固件 所以我们打开这个网站 具体如何查找x86架构的固件 我们直接在这输入x86就行 通常我是选第一个x86-64 选着别的也没关系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界面 那这里提供了两种方式 这块他说是一个 算了 废话不说了 这个没用 然后 下边两种方式 一种是http 一种是ftp 我们打开第1个第2个都可以 随你变 打开以后 我们点开这个releases 我们再上一步 上一步 我们再往下选 在这我们就可以选成21.02.01 然后我们选这个package 这里边就有一个x86-64 x86 你看到了 比较小 我把它放大一眼 放得太大了 就这个 然后点进去 这几种 这个什么意思我真不知道 legacy就是一些更老的设备 generic就是这个通常的 如果说你有信息 你就下载这个64 我建议大家下载这个 generic combin efi 那大家可能在这已经看到了 这个文件的大小只有10兆 那无论对于这种硬盘来讲 还是这种硬盘 这就好比是一个职业运动员 他做了一个这样一个 闪身的这一个动作 所以说呢 你不用去纠结这个东西 到底速度有多快 这个不用关心 我们只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它的功耗的问题 如果说 这种硬盘 一般它需要满足5V以上的供电 这种呢就不一定 三V几V 它都能驱动得起来 但是说实在话 我不太 建议大家去下载这个固件 因为这个固件的启动和引导 实际上它没有那么友好 如果说你对这个不是特别了解 可能你需要 做个简单的编译什么的 那咱们来看一下 酷 酷事的这个 固件 我们点这个固件 然后点固件下载 这个是我比较推荐的 因为他们这个难度比较低 而且相对就电脑的驱动呢 也比较完整 我们选Lade X64 然后 选到最下边 最下边呢 目前来看 2.37 这个是最新的 然后 那我就下载 上面这个 带EFI的 看得见吗 其实下面的这个也没什么大的差别 那我就下载这个 好 下载完以后呢 我就把这个 拖到这个 BlendingEye车里 好 这是一颗 锐域芯片的 非常快 因为蛮打蛮算的 这个才有50兆 那个原版的这个呢 只有10兆 所以说我刚才那个比喻 我相信你们也都懂 这个笔记本呢 这个笔记本呢 是上次 稿之作那里边的尺子 这里边我能找到的USB口呢 只有这两个 那么问题是这样的啊 这个是黑色的 所以我不太确定 它是不是USB3.0 这个呢 是蓝色的 我确定它一定是USB3.0 那么现在我把这个蓝色的预留出来 我把这个硬盘插到 我认为它可能是USB2.0的位置啊 等一会咱们再说为什么 网线呢 我是把它一端接到 笔记本电脑上 另一端我把它给接到 扩展物上 也就是接到我这台笔记本电脑上 方便一会设置 好到了这一步 我按两下回车 弹出这个图标了 这就正常了 注意最后几句啊 这里边有一个叫 Bring line Link becomes ready 还有这块呢 它有一个叫 Port 1 Answer 0 Enter the forwarding state 这就说明 它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 端口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转发的一个状态啊 这部分内容啊 好 先把我的WiFi关了 这样的话在我电脑里 我现在 只是通过这个 局域网内的这个 以太网来连着 跟外部连接的 我现在 进一下啊 这个密码呢 KuShare的网站 Route不用管 我们直接输入KuShare 登录进来 登录进来 这个界面就出现了啊 出现以后这块呢 可以看到 我是Lenova的1293A12 代表什么不知道 然后咱们来重点说一下这个啊 我这款电脑呢 是不能够顺畅的跑 Windows 10以及Windows 11什么的了 大家看这个核心数是俩 线程是4 但是它是 二代的 i3 啊 那有很多网友给我留言说这个如果说运行 软路由到底应该买什么样的配置 看你要干什么 如果说你仅仅是用它来上网 那么像这种配置啊 绰绰有余 可能AES 加解密的操作没有那么快 但是作为一个软路由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说你要运行一些其他的像NAS Plex 或者说其他的虚拟机 Docker 以及一系列的东西 那么起码我劝你 这个CPU 你要它独立能够运行一个Win10 是很顺畅的 或者说你打好提前量 起码运行 两Win10啊 我这么说 这个道理够超吧 我希望你们能够懂哈 然后温度啊 42度 其实这个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关心了 一个40多岁人生开始做减法的人 就这些信息我就越来越不想去看了啊 看到这儿啊 这个内存的使用量是极其少的 这个标配了4G的内存 是吧 硬盘呢 就更不用说了 因为根本就没用到 Coucher他们家呢 有一个库管中心啊 这个是如果说你连上网以后有很多好的工具 那Coucher他们自己都没介绍 我就在这我就 不去给大家说了啊 咱们看一下网络 点了网络以后呢 有一个接口 接口以后 这里边可以看到 在那里边是 Brain Line 是吧 然后这各种IP都显示出来了 也就是说他现在是这个IP跟我的电脑在连着的 但是这个WAN呢 是没有的 我们编辑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物理地址这块呢 这个是用的 Enther 0 对吧 因为呀 我这个电脑他只有一个网口 而且大部分的电脑呢 也都只有一个网口 所以这个 是极其合理的 这个菲利普的转接口 这块有 这块有三个 USB口 这个其实没什么用 这网口就有用了 这是一个千兆的网口 而且千兆百兆 自适应的 我们通过这个插口 简单粗暴的可以分析出 这是一个 USB3.0 结构的 网卡 菲利普有科技界的南极人支撑 所以说有很多设备 实际上质量参差不齐 这个咱就不在这里说了啊 我把这个网卡呀 我现在给他接到 我认为的 仅有的 USB3.0 3.0的这个电脑上啊 我不知道啊 可能那个也是3.0的 这是一个分析问题的一个方式 我把这个接到这上 从路由器里 进来的这根线 给接上 如果你是光猫 我知道有很多地区的光猫 还是用PPPoE的 那你需要额外的设置 我们先接上 这上面显示的信息 我本想把它省略掉啊 但是没办法 这个谁让咱是一个爱之求真的人呢 当我把这个 USB 网卡插上以后 他说USB 他发现它是一个四口的 然后它是一个 New SuperSpeed Gen1 USB Devices 啊 啊 USB Number Sign Use X HCI HCD 所以USB 只有USB3.0 才能达到千兆 这个不用我再 再说了吧 大家刚才都看了吧 这个物理地址是 Answer0 刚才那个加的是Answer1 对吧 那我点 添加 网络关口 这个名呢 我就把它叫做 WAN 或者我根本不用管 我直接在这个WAN 这里 我点编辑 编辑 物理地址 这他已经帮我指定好了 是吧 高级这块不用 协议这块 如果你家里是用PPOE 你就选PPOE 如果你是从光猫直接分出来 就是 自动获取的 你就DHCP 就完了 这些都不用管 我直接应用 他这块说 接口有一个 未应用的更改 那么我现在呢 我要点这个保存 并应用 是吧 这个地方 也有了一些 数据接收和发送 千万不要说说这个 怎么是蓝的 这个是红的 WAN就是用红色的来表示 并不是说他这个 连上了这个没连上 那我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我右边的这个WiFi 是关着的 我现在能 上网 且唯一 上网的途径 也就是 以太网 我现在打开一个页面 好 打开了 卷土重来 这是苹果的页面 这边又设置完了 因为他已经能够跟你的外网连通了 我的第2个步骤 我就在 苹果里演示 如果你是Windows系统的 麻烦你使用 Pati 或者你习惯于的 Terminal终端都可以 我们在这个位置 我先连一下我的路由器 连的路由器的方式 以前能讲过 然后他的用户名 这个是固定的 然后他的IP 好 弹出这个很正常 因为你曾经连过跟这个IP有关的设备 那我现在RM 把后边留贴上 再输一下 那就可以了 YES 密码 就是Courser的那个页面给的 好 记来了 我现在输入什么呢 我现在直接给他来一个clash脚本吧 往里一沾 一踢 然后运行 已经运行了 他这里边说 想要选择安装的版本 那我就选 第1个 Cell Class正式版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 说老李你不升级一下 update一下吗 或者是安装一下 软件包 查找一下软件包吗 咱们今天采用奥康姆 提到原则 如非必要 不增实体 只要让装 我就不 多走那一步 你们 可以按照我这个来 也可以不按照我这个来 不按照我这个来 也并不一定说 安装不成功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输入clash 这个界面就完成了 是吧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你设定一下 他是主路由呢 还是 Linux代理 把它变成路由 然后不代理 UDP流量 可能会导致一些游戏 无法 连接 这个部分 大家看一下啊 之前有朋友给我留言说这个 连 外服怎么弄啊 那我 我一般我是选这个 然后要安装本地的面板吗 是 安装什么面板呢 他这这块给你两个 一个是官方的 一个是 那个 非官方的 官方的那个 小啊 那个 50 500K啊 非官方的那个 啊 一兆多 那我就选那个 好看点的 对吧 装上 这就帮我装好了 装好了 把这个地址记住 他说你可以通过这个地方 啊 访问 这个面板 啊 好吧 发现啊 刚才非常随意的 输入这个还不行 必须这个配置文件里是对的 对完以后 我们把这个 这个拷贝一下 这个是 有用的了 好 我们在这流览器里我们刚 输入这个 能看到 这些 信息啊 这个节点什么的 我们不先不用管 我们可以看到这 有这个数据的 爬升 这个才是 正常的 那今后呢 我们实际上 我们不需要进入到 那个路由器 我们只需要进入这个地址 查看我们的这个 上网的这个情况 就可以了 别的都不用动 在这代理呢 我们也可以选 选各种节点什么的 所以说这个设置就是 非常简单 也和 你OpenWatt 路由器就 剥离了 出来 好嘞 视频回复到这 我想 我也回复了一些网友对 软路由的一些疑问 如果说你 仅仅是想通过他访问 Google 有油管 那这个相信我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模型 没有 没有比着再简单的 目前为止没有比着再简单 但如果说你要运行Plex 或者是运行其他媒体 什么共享打印 再跑一些更复杂的东西 那这个呢 你可能需要更强大的软路由 而且你这些东西我认为是逐步逐步的去学习网上加东西 别 夸插买一个 花几千块钱买一个特牛逼的一个软路由 然后在那放着就吃灰自己设置也有困难 对吧 有些网友可能还不知道 像现在这个经济内卷化比较严重 像各种媒体上也有很多人 其实他们是在 介绍东西也好 还是介绍什么也好 他们有的是在间接的 带货 所以这一点我相信你还是先 搞清楚 最近我读了很多关于 科学方面的书 那种真正的科学 天体物理学 量子力学 还有微观力学什么这些东西 有几个比较 有意思的小事例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牛顿 阿因斯坦 包括拉格朗日 他们都说过这种事 尤其是阿因斯坦 他说就是 这个好的东西和对的东西一定是简洁而美的 拉格朗日以前也有过这种事 就是 别人有的时候做出一点成果 说你帮我看看这个方程式 对不对呀 可能他们也 这些大师嘛 成名以后都比较忙嘛 供职于什么皇家科学院的各种事 然后又比较 这个孤僻 拉格朗日直接就说说你这个方程式肯定是错的 对方一脸懵逼我细心向你求教 你这个可好 连看都不看就给我否了 你也不演算 后来他们就是说说你这个 不够精简 不够精炼 如果是对的话一定是 还能精简 你像爱老的这个狭义相对论里的这个智能公式 一共就杀字母 E等于MC 这就杀字母 然后那边有一个 开平方的一个R 所以说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人家 科学界的这些所有大咖总结出来的 好的 我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最近 读书学习的一个 感触 另外也把我这个小的想法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那么点意思 就点赞和转发 拜拜